你好 欢迎收看2月24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太平洋这句指标性的原住民族月舞节庆 7月19号到21号要在花联协力体育场旁边德行大草坪登场 今年度太平洋南岛联合丰联节活动中广受全国喜爱最重要的大会舞舞蹈征选 只起到3月6号截止 总奖金高达了13万9千元 欢迎原住民族人可以发挥创意 发响 踊跃报名 展现出原住民族的活力和文化之美 这次大会舞歌曲并且在1月14号透过战雪竞赛 由音乐创作人李文祥托映而出 在经过陈志伟金曲奖 最佳原住民族语歌手的马永恩 一级专业团队用心制作 2024年度大会舞歌曲与南岛苏布达正式亮相 苏布达和太陆阁族一起走的意识 象征着太平洋南岛联合奉年节 不单是花旅原住民族的庆典 更属于各个族群鼓励全国南岛族裔家人朋友们 一起携手参与盛典共享盛举 2024太平洋南岛联合奉年节大会舞争选活动 自即日起到3月6号开始受礼线上的报名 那我们欢迎喜爱我们原住民文化乐舞的好朋友们 不管是个人或者是团体都可以透过我们奖金猎人的网站来做线上的报名 我们今年联合奉年节活动的大会舞歌曲呢 是由太陆阁族人呂文祥所创作的南岛数不大 这一首太陆阁族语歌曲 那数不大是太陆阁族一起走的意思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意境呢 能够让全国的原住民族 甚至是我们南岛民族国家 一起来参与我们联合奉年节的活动 这次大会舞初选影片线上甄选 收件截至日为3月6号 一起在3月12号进行初选 3月16号并且在台湾原住民文化馆举办决赛 最终获选年度大会舞奖可以获得3万元奖金 入围奖前三队伍可以获得15000元奖金 五队优选奖可获得8000元奖金 四队加州可以获得6000元奖金 县府原住民行政处大理副处长徐朝表示 大会舞舞蹈为联合奉年节专业的活动元素之一 为使热爱原住民族舞蹈的主任们发挥创意 传统文化并且提升乐舞传扫力风格等等 藉由甄选大会舞舞马的方式 提供舞台并从选出具代表性的舞马 作为联合奉年节大会舞所使用 这次活动详细已经更加在 华林先生府原住民行政处网站 记得交易华师伯导